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的分析师Niel元 在周四凌晨的美联储理理决议 可谓是上演了一出大戏 本来觉得在预料范围之内的事情 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波动 但是数据之外 两位大佬的讲话 却使得整个市场开始动脏不安 整体数据来说符合预期加息了25基点 主要还是具意抑制了通胀的举措 虽然在硅谷银行等三家银行 破产引发市场的动荡 但是得出的结论 就是银行业的危机得到了有效控制 美联储的立场 还是先稳稳地干掉通胀 于是在较为乐观的情绪趋势下 没过股指开始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但是好景不长 新闻发布会中后期遇上了财产耶伦的 美国银行业健康状况的问题发表的讲话 市场就开始了一波势不可当的动荡了 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同时发言非常罕见 不仅如此 两位的发言讲话似乎有一些矛盾所在 首先就是鲍威尔的表示 银行体系健全 储户的储蓄是安全的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鲍威尔发言的同时 美国政府没有考虑为存款提供全面保险 这将可能加剧人们的不安情绪 并且明确表示 破产银行的股东和债权人没有收到政府的保护 不考虑为所有为保护的银行存款提供保险 最近倒变的银行负责人应该承担责任 在这些讲话看来鲍威尔更像是在暗示着如果继续加息 金融压力继续上行 对于储户会提供一个更广泛的帮助 但是耶伦的讲话加速了投资者们的恐慌情绪 特别是对于银行业的投资者 于是美股中的银行股开始领跌 随之而来的就是大盘的迅速下跌 苦苦挣扎的第一 共和银行和西太平洋合众银行股价均出现下跌 跌幅超过了15%和17% 而出于对银行的不信任 黄金也出现了快速的拉升 其中这次下跌我觉得有几种可能性 首先就是机构们想要建仓 那以更低的位置进行建仓将会变得更适合 加息周期将要结束 今年的降息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今年的系统性风险将会可控的情况下 接下来很大可能会有一定时间的震荡下行 那么圣诞节前期开始逐渐拉升 那么此时就是一个抛售而拉低价格的好时机 等到机会位置差不多了 就是他们进场的机会了 第二就是市场的一个过渡解读 耶伦称小型或者社区银行的破产 可能会连锁影响到大型银行 在未来这种状况可能更容易发生 需要提高监管 这应该是对于监管机构的喊话 而被大众解读为 未来破产的概率急急加大 其次就是没有考虑或讨论 任何一篮子保险或者存款担保有关的事情 意思可能暗示着美国银行的系统 强劲而不是人们所觉得的 玩肚子后什么也得不到了 因为其实早些时候 耶伦就有表示 未来在小型银行出现威胁后 美国将进一步采取保护出户的行为 并且还表示 可以在未来讨论 是否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款项限额提高到25万美元以上 这样一看 实际上耶伦的发言 并不一定是和鲍威尔反正来着 但是在人们的恐慌情绪下 造就了两者说话解读的矛盾 造就了银行股的快速下跌 那么回看澳洲银行来说 澳大利亚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很小 像硅谷银行这样的案例 在澳大利亚实在少见 澳大利亚的审慎监管局 和制定银行业结构的监督措施 旨在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并且根据FCS 在澳大利亚注册的每家持牌银行 建筑协会或者是信用合作社的 每位账户取由人存款 最高可获得25万澳币的保护 这意味着 如果银行出现问题 或者银行破产 这笔钱将由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退还 但是对于高净值客户来说 存款分散到不同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投资者而言 如此剧烈的波动情况下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不同于市场的平淡时期 如今才是出手见真章的时刻 然而找出影响市场决定性因素 并非易事 特别是看似两位金融界大佬 出现分歧的时候 市场往往会跟着大多数人的情绪而波动 最终本次交锋 以标普500指数下跌1.7% 道琼斯工业指数和纳斯达克工业指数 平均下跌1.6%而结束 后续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讨论交流 我们一起研究机会 保控市场的情绪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